Hello,我是Sheryl,今天带小伙伴们来看一下加拿大的一元店吧 圣诞节呢,下个月就到了,所以现在大都在买圣诞装饰 我呢,刚好来加拿大的一元店买点东西 没想到啊,一元店里面圣诞节的东西有这么多 两大行呢 刚刚那些呢,都是一些糖跟巧克力,还有好多的这些玩偶 这些玩偶呢,都比外面便宜好多 大概也就是四块七毛五 你看四块多五块钱就有一个了 虽然加拿大说是说Dolorama一元店 但它已经没有低于一块五的东西了 其他东西也都会在三四块钱左右 不过对比加拿大其他东西来讲,还是便宜很多很多的 而且这些贴纸也是 还有DIY做手工的东西 哇,这感觉很不错呢 买礼物后也要专门买一个袋子装着 那这些呢,都是圣诞气氛的袋子 也是比外面会便宜很多 我挺推荐贫穷的大家来Dolorama看一下的 哇,这个好可爱 Happy Polidays 这个小猫猫跟小狗狗 还有这个小企鹅带着个尾巾也好可爱 这些大概也都是一块多两块钱吧 然后这边呢是一些DIY的 拿来涂颜色的 也挺好玩的 可以自己弄好了之后挂在圣诞树上 还有一些印章什么的 而这边也是 里面有15个 可以做15个挂在树上的那种挂件 都是这种叫什么呀 五纺布嘛 然后弄的 这边是装饰区 都是一些缎带 也只要一块五哟 我以前呢经常会去沃尔玛买 我觉得沃尔玛都算很便宜了 没想到Dolorama这里更便宜 但我记得我以前来一元店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款式 可能是我当时去的时候 已经太接近圣诞节了 都被买光了吧 这边呢是一些放酒的袋子 常常的适合装冰酒和红酒 还有这边都是一些贴在礼物上面的 那种小花花 我还挺喜欢加拿大的节日气氛 都是挺浓的 而且它这些小卡片呢 会比外面卖的便宜好多 我在Winners看要5块9毛9最便宜的 这边只要1块多2块钱 因为我准备呢 给我的新邻居们送点礼物吧 作为一个圣诞节的小问候 所以要给他挂一个这个卡片 写上给谁呀 然后一些祝福的话 不需要那种很大的卡片 就挂在礼物上就OK了 这些贺卡呢 也是比外面便宜好多 只要好像2块钱吧 大家有没有看小鬼当家之类的电影 就是放在壁炉前面的这个袜子 起来以后呢 就袜子里面会塞了礼物 大家就可以拆礼物啦 我家以前有壁炉嘛 所以我们就会放在那个壁炉前面 现在木有啦 那这个呢 是装饰的一些篮子拿来装东西的 还有这种小盒子 这边就是一些装饰啦 可以戴在头上的 这种夹在头发上的小圣诞帽也挺可爱 还有一些袜子是迷路啊 圣诞老公公的 这边就是一些头饰 哇 还有铃铛 还有这些圣诞帽子都挺可爱的 然后狗狗也有 还有狗狗的这个帽子也是超可爱 这边呢 就是一些圣诞树的装饰啦 这里的价钱真的比外面便宜好多 虽然可能质量吧 不咋地 但过个一次两次还是OK的 反正涂个乐嘛 那这边也都是挂圣诞树 还有这个 你看看专门的圣诞节的桌布 仪式感很满呢 这些呢都是一些包礼物啊的这种铁丝 然后这些是夹子 也是圣诞老公公的 只要两块 这种袋子也是专门拿来包礼物蓝的 还有花环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好厉害啊 在医院店买这个花环回去DIY 大家觉得加拿大的这种节日气氛还OK吗 反正我觉得是挺浓的 不管是什么节日吧 都有很多周边产品出来 就感觉还是挺温馨的 想知道更多真实的加拿大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跟收藏哦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